尘封十年的往事 随着蝎子的出现 再次浮于金雕面前 十年前的首次任务 让这个如今已是我军高级将领的金雕 差点当场隐秘 当再次看到蝎子时 金雕举起的手早已不受控制 这个人 有兴很少 言语间更是透露出压抑多年的感情 一斗内 一张小照片拿出 儿子那年随金雕的爱人出国旅游 被蝎子等人秘密捉拿 要挟并未成功 儿子自此定格在那个年龄 任务布置完毕后 望着桌上的照片 和陈光若有所思 一段尘封多年的儿时记 犹如泉水瞬间涌现 长大以后 不要当兵 为什么呀 因为我跟你爸爸是战友 所以我不希望跟你也是战友 蝎子的话 像谜团一样困扰着儿时的和陈光 当初的谈话 已经变成现实 战斗的 也是战友 陈锋的伤疤被现实揭开 压抑多年的情感如猛虎被释放 望着远去的队员 金雕的心情沉重 当年出征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将要面临的是多么艰难的磨练 攻略的再好一枪照扬撂倒 王彦斌的轻率 注定了他将因此吃亏 你看这个人的眼睛 这个人的手上肯定有很多血债 这个人绝对蝎狠手黑 只一个眼神 已经让二牛知道了蝎子的火 何晨光 你担任第一狙击手 何晨光接过父亲八八居的那一刻 注定了自己也将成为 像父亲那样优秀的狙击手 然后当二牛被宣布成为第二狙击手的时候 王彦斌瞬间质疑起来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让我做观察手 而不是狙击手 王彦斌对于何晨光的挑战 就像他对何晨光的研究一样 从未停歇 作为二人狙击小组 必须深刻了解与密切配合 才能发挥出该有的威力 因此注定了王彦斌将与第二狙击手身份无约 如果你想吞出的话 我可以马上安排你通见 你信不信 我服从命令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 直升机降落于金海市作战指挥室 众人皆端坐于指挥室内 老温在内线的配合下 提供者抄一手的实时信息 我们怎么和内线一起 你们不能和内线联系 他已经匿订好了 定感清楚的计划 出于对内线的保护 老温并未打算公布内线的身份 将自己的命运交于他人之手 让一群特种兵 听从别人规划的道理 这显然不是众人所能接受的 他的代号 喜功力归 在得知内线身份后 小队将如何与内线进行联系 作为几十年战场拼杀的佣兵团长蝎子 又会被小队带来怎样的考验 让我们拭目以待 接近目标 军小组分别占据军集阵地